第六章 灯红酒绿的俱乐部 不可思议的外星女孩 改变我一生的时刻 在我从诺斯洛普辞职之前 我和我的兄弟加入了在英格尔伍德的恩格尔航空俱乐部 周六晚上俱乐部在圣塔莫尼卡的阿拉宫宴会 听有一个舞会 我们是在一个天气不错的晚上到达 我们一到现场看到众多的舞者吓了一跳 其中一个穿着华丽黄色连身裙的美丽金发女孩 在地板中间起舞 她的绣发在空中飞舞 舞厅天花板灯照在她身上 她看起来像初次登场 其中她离开她的伴侣到舞池的一侧 拉直衣服后精巧地坐下来 只见那一件量身定制的黄色连衣裙 精致昂贵 闪闪发光 有着宽阔的领子 后背很高 与她美丽的金色马尾便相得一张 我告诉大家 现在是在叙说一个爱情故事 即使我知道 她是来自比佛丽山庄一个穷人家的女孩 即使是首次跳舞 也肯定不会给我任何的机会 我走到这个美丽的女孩面前说 你愿意跳支舞吗 不知何故 令我惊讶的是 她给了我一个美丽的笑容 并说愿意 太棒了 我们整晚都在舞池中慢舞 而忘了身至何处 知道她的名字 我就问她电话号码 她也给了我一个号码 同时也给了我一个美丽的笑容 说了声晚安 她就和她的女友回家了 接下来的一周 我高兴得像是活在天堂 但是当我打电话给她的时候 一位善心女士回答说 那里墨有这个人 接下来三个星期六的晚上 我回到阿拉贡宴会厅去找她 她与她的女友又出现了 她穿了另一件漂亮的连身裙 所以在我们跳舞的时候 我要到了她真实的电话号码 我约她下周在好莱坞的帕拉丁音乐厅 跳舞 她给了我一个可爱羞怯的笑容 并说好吧 她并不住在比弗里山庄 虽然她看起来就像是住那里 她和Vogue封面的模特儿一样漂亮 她家在圣塔莫尼卡 一个来自纽约的意大利家庭 我们开车到好莱坞帕拉丁音乐厅的时候 她说有条很好的路 从那里人们可以看到山下全是美丽的灯火 记住 这是一个绝对华丽 时尚 衣着整洁女孩给的建议 我认为她指的是在好莱坞山上的木赫兰道 所以我开车上去 除了赏灯外 情侣在那里还能做什么 她是对的 灯光很漂亮 她也是 我吻了她 又再吻一次 她说够了 并解释这不是她所指的道路 我有点困惑 我开车回帕拉丁音乐厅 整晚我们都跳得很贴 她美丽的眼睛一直闪闪发光 在我们回到她家的路上 为了亲吻 我们停了两次车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约会 外星人技术 用某种单一的光刺来传达讯息到地球人大脑 站在走廊上 等着早晨雨伍的开始 我对吉姆说 我们过去三年一直都是收到重负和令人震惊的消息 就像肯尼斯阿诺德在1947年6月精确的报道那样 九个星际飞碟在西雅图以东出现 然后在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附近坠毁了 正是1950年杜鲁门在存放东西的地方开了第一次会议 我回答说 你忘了坠毁前两周 甚至更奇怪 怎么会这样 好吧 在1947年7月7日 洛杉矶时报报道说 航空公司的飞行员看到了比运输机还大得多的神秘飞碟群 高速成分散飞行 此后西部 33个州每天都有观察员报道这些飞碟群 同时在太平洋沿岸的天空军用飞机也仍在追捕可以看到的飞碟 再看看纽约时报说了什么 俄勒冈国民警卫队5架P-51在华盛顿地区的喀斯喀特山脉上巡航时 首度报道了奇怪的物体 他们都携带住摄影器材 洛克希德P-80喷气式战斗机在加利福尼亚穆罗克 陆军机场 以及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6架普通快速战斗机 在这些的区看到飞碟时都是随时准备起飞的状态 陆空指挥官卡尔斯帕茨将军入驻太平洋西北地区 当时他否认对任何不明飞行物的了解或是相关的计划 这计划是使用美空军军机寻找飞碟 他说我已经与事务脱节了4-5天 之后就去了梅德福厄勒冈州钓鱼 你相信那个疯狂将军吗 吉姆说 他后来失去联系 他没去钓鱼 他是害怕职位不保而另谋心职 因为对外星人他也无能为力 然后我们艾森豪威尔在1954年3月初会外星人的事情 我继续道 你不断感觉得到你头脑中似乎可以看到的事物 就像千里之外巨大的外星人的海军基地漂浮在我们银河系某区 好吧 不只是我 你说你也看到了奇怪的太空物 是的 但你看到的是我的十倍 好吧 吉姆 我看到的一些景象 让我觉得我们应该重新考虑在那里可能发生的事情 还记得五艘外星飞船在1954年降落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事吗 他们问艾克是否可以继续选择我们一些人 并把在部分银河系发生的事继续塞进大脑里 艾森豪威尔总统回答说 好吧 我不能阻止你将信息传递给选定的个人 他们可能只向一个人发送信息 只能使用被某个人听到某种单一的光束来传达 我对吉姆低声说 你知道你和我在执行一个计划时 执行到一半我突然停下来 就好像有人用信息打入了我的大脑 而你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一样 对 比尔 上个月你和我都得到一则消息 我们必须继续把我们的计算机微型化 要小到能够自己提供动力进入我们的血液系统 并从我们的大脑流出到一条出了问题的腿上 是的 我补充说 并且要在积分中内尝出一条全新的腿 上面要有一只脚和五个脚趾 不要胡思乱想了 我无法停止思考 我也是 我便得焦虑住说住 这些外星人甚至在未来医学所有技术方面都可能如此先进 他们已经控制了各种类型的医疗问题 并在你我间可能已生活了几千年 后来在一次重要会议之前也是在走廊上 我说 好吧 我认为这是最后一次 所有那些来自另一方的博士们都到了 我们最好也进会议室 审查持续了三个小时 我完成了自己这部分对克莱姆博士提出的反重力简报图表后 就在智库中对他们提出严重的问题 我提出了对急迫性议题的了解 包括外星人机千年来一直通过银河系运行他们的船只 运行的动力不是用核动力而是克服了重力 对一些人来说 这半周一次的会议令人不安 因为我所指称的谣言涉及艾森豪总统在穆罗克 陆空基地与一个精英 高度先进的外星人会面有关 现在为爱德华自空军基地 发生的时间是在二月的加利福尼亚沙漠中 但现在还没有证实 那次会议是预先安排经商定准许其落地的 北欧外星人团队控制了地球 他们由两个大的雪茄行船和三个一百英尺圆盘行船队组成 他们由几个外星人的战斗群所指挥 类似人类的海军上将与他们的船员一起穿着制服在指挥作战 他们证明了他们的军事能力可及克服重力 使他们的太空船消失在重新出现 他们传给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消息 基本上是这样说的 我们占领了你的星球 正在要求允许去告诉你的人民关于我们的事 并且我们将让他们变得更好 简直是废话 我低声对吉姆说 他们控制爬行族和灰色外星人的事又怎么说 基本上他们还告诉地球上最强大的领导者艾克 他已经投降 现在 说艾克很生气是一种保守的说法 他从未投降过 但是 在那个时候 对坠毁的外星人太空船进行逆向工程之前 艾克莫有武器能够阻止他们和灰色人 然而 出于某种原因 我确信外星人接管是真的 我一方面隔天向阿尔默会顿建议这应该也纳进我们海军研究办公室 的一程 来自智库扫把梅的菲茨杰拉德博士起身摇了摇头 不 停止 停止 停 又来了 你汤普金斯又在乱放谣言 你们先进设计人员总是在听垃圾信息完全没有分辨能力 停止这个废 化然后回到现实 我的研究计划完全没有这种传闻思维 我想 你的研究 他妈的他以为他是谁 这是我们的提案 在我把菲茨杰拉德的屁股踢出会议室之前 吉姆拉了我的手 现在不要 比尔 阿尔默开口说道 比尔没有恶意 博士大人 是你脱续了 假设你所说有关艾森豪威尔是对 得 比尔只是是图让我们考虑到扫把梅的选择不是我们要的 比尔 我认为这些人 博士的这批人 可能是加州理工学院的人 吉姆说 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位于最高机密内部的大型会议室内 在圣塔莫尼卡机场跑道附近的工程机库墙外特区 我经常想知道为什么工程机库是建造在如此靠近跑道的位置 我想起来了 不同的飞机 特别是在晚上会直接驶进机库特别隐蔽的地方 在这次特别会议结束等另一位博士离开后 我们的工程和智库副总裁阿尔默惠顿总接了我们的会议 结论给克莱姆博士 你知道那些来自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实验室的人将在明天早上七点到来吗 我希望你和赫特林博士有关于电磁和抵抗重力的所有文件被拖 因为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的三星级海军上将指挥关罗斯科唐利 将带助费城实验室的海军上校史蒂夫索尔森和雅克图尔斯博士前来 他们为了防止敌人找到我们的船只 正在与爱因斯坦合作他们的计划 克莱姆博士开始发言 但我插嘴 他们是来看我们 还是拦得那些混蛋 比尔 你放轻松 克莱姆说 并非所有人都像我们听到的那样 请记住 比尔 阿尔默同意道 我们是兰德的一员 是的 我回答说 但我们仍然完成了大部分工作 而且他们正在全力以赴拿走所有好处 回到简报上 克莱姆说 谢波德在简报上可能会讲得很慢 但比尔是个提出整体基本概念的专家 谢谢赞美 克莱姆 我说 而且 是的 我可以用我的简报图表来应付 比尔 你很好 我知道 阿尔默承认道 但是总有些人会做出一些甚至我都不懂的行为 比尔在报告物理概念是一位专家 他会在适当的时候退出 让我或者谢波德 再用无任何文件基础的理论接续 克莱姆均硬地说 克莱姆均定地说 他是熟悉五度和六维空间概念的 很好 埃尔默承认诺 阿尔默承认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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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姆评论 现在换他们紧张害怕了 你说对了 吉姆 我补充道 那天早上 先进射技组的克莱姆博士说 好吧 各位 我们终于等到了海军高层来这里 到我们的智库会议室 向他们介绍我们还未成案的反中立推进器提案 再介绍了三星海军上 江罗斯科唐纳利 海军研究办公室和实验室主任 托尔斯博士后 我们都向会议室走去 第二天早上六点五十分 会议室里 一些不常来的智库研究顾问 开始工作起来 托尔斯博士首先发言 利用你们的研究 我们如要产生推力 就会陷入电磁学的僵局 他说 吉姆俯身向我低声说 他的意思是什么 用我们的研究 考倒我了 我回答道 我仍然不明白兰德到底是什么 或者我们对他们的责任是什么 吉姆也同意 有件大事正在进行中 而且我们正参与其中 克莱姆博士开始他的简报 从一个有保证的假设中 化学火箭足以支持地球卫星任务和太阳系中近距离行星的行星计探险 我们也接受这样的结论 如系能源推动太空飞行器至火星或更远的地方执行任务 但对于惰性工作流体进行和加热是否可行 我采取绝对质疑 因为其涉及到高温因素 得确 星舰船员及其电子设备所需的屏蔽是不可接受的 我同意 我的研究已经说服我们采用一种全新的方法 而不是寻求火箭推进方法 克莱姆继续说 这方法直接通过细观 场的能量态将电磁能转化为动能 这是德国人海姆 透过和我不同的数学演算法所独立完成的概念 然后克莱姆通过假设一个六维场来阐述细观场理论 描述的不仅是重力和电磁场现象 还有第三种细观场称为米苏菲 正如会议中大家在我的第一张图表上看到的那样 我们设想这个细观场能够经由能量态进行两种不同的行动 克莱姆说 能量态将物质线向透过重力波的发射直接转化为推力 导致物体加速运动 这也把物质态转成能动态 从物质态中是放出纯粹的电磁能来 没有任何废物或热量 我补充道 首先通过是放电磁能直接转换成加速运动 你要上来讲吗 克莱姆博士问我 我没回答 他继续说道 把这个理论应用在电磁太空船上 以在周围的水介质上划船推动魏力 用讲推动周边的介质水 而不是推动船 在空旷的太空里 或者在以太中 似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有将的角色 挤住它在以太中航近 在此 我们忽略不计直接机械动作产生的电磁辐射 假设一个物体在太空中 就已满是电磁辐射 即使辐射来 自物体本身 一旦它离开物体的表面 它在空间中具有独立的存在 那么问题就出现了 一个物体是否可以发射电磁波 他接着说 同时 在其一部分表面上 是否会独自产生其他电效应 所以这些表面效应 可能与电磁波相互作用并产生排斥力 当然 这种排斥力将通过外加的能量 产生电磁波来抵消 我很高兴 除了道格拉斯之外 其他人也会为此付出外加的能量代价 杜布森公司的人说 克莱姆博士翻了个白眼 他接着说 有多种方法从表面用少的能量 很快可去除大量电荷 然后再还原 磁架射条件 使这个充电和放电与电磁波是同步进行 宇宙飞船的主体另一部分如前所说 射出电磁波就有负电荷在上面 负电荷出现在板上会有些许时间的摩擦力 恰好在此 金属板上的电气元件产生最大区域的负电荷 自然 经过完全震荡所剩余的电荷将不会有静推或拉力 可以想象 板子上会有排斥力 这里莫有引导 因为波与对象物体是未连接上的 甚至可能有多种方法 把能量消耗转成以态并获得连续的排斥 以保持能动态 例如 即使是电磁动量非常小 我们可能会设计一种能够发射辐射的装置 其动量变化率非常大 这将导致太空飞船产生巨大的排斥力 这时 克莱姆让我提出另一种思考方法 推进力 这个概念可能类似靠近震荡器表面附近的效果 但效果更具感应性 我说 而在激波长距离之外 效果更具辐射性 辐射意味着有波发出 我说 太空飞船的推进力可能来自同步震荡器 其中一个适当的屏蔽在一侧 以避免对称和莫有净推进 而使在另一侧因上侧的感应效应产生的电磁波的反应 在每个使用电磁推进或反中立的太空船设计中 基本上与传统火箭不同之处即是不需要燃料 所需要的只是一个非常小 缓慢和受控的原子反应炉 该方案的落实案例就是把成功的反中立推进器需求 用在我们到格拉斯大型海军太空飞船 克莱姆博士接着说 我们认为如果成功的话 这样的电磁火箭会是不久的将来最实用和可能的抵抗重力的太空船 约提火箭相比 上面提到的有从未到一五个优点 这些计划以及一些权衡研究都包含在我们的主动提议中 海军上将唐纳利说 看来你们正在回答我们旗舰的推进问题 由于外星人的威胁 MJ-12正全力支持 你反中立太空船推进配置的时程是什么时候 好吧 海军上将 我回答 如你所知 我们在DAC兰德的工作智库团队 正建议在犹他州建立一个大型太空船开发和制造工厂 他可以处理两公里长的航天母舰 能够扩展设施已是应在十倍大的船只 当然 我们需要资金 这是针对你刚提的问题的回答 上将 一个不存在的工作区域 他又来了 吉姆说 哪里 我问 他已从电梯出来正在走道上 你看 一些人正在绘图桌上弯腰努力工作 嘿 比尔 看看他今天穿的短裙 我认为他在诱惑他们 得确 他是谁 吉姆问道 那里说 他是巴巴拉 来自总公司 他正在窥探 工程设计 试图找人探寻 我们在做什么 我希望 他能够进入先进设计组 向我们绣出他的眉腿 我说 他没办法那样做 吉姆 这个区域是不存在的 哈 地下SAC 连接西部各州外星人地下基地的高速隧道 有必要跨越密西西比河和圣安德利亚斯断层 SAC 来完成第三阶段 我说 鲍勃从我们的会议桌上滑回椅子 双臂抱在脑后 他说 密西西比河自1857年以来 因为经历有时以来最大的地震而产生断层 根据我手边的这份地质报告显示 当时分裂成二段 好的 我明白 鲍勃 但我阅读了空军SAC报告 里面特别要求从华盛顿特区的五角大厦 到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 再到太平洋岸边范登堡发射场要建高速隧道 第七节就是这样 来自总公司的乔安走了进来 带回另一叠秘密文件 这些文件不能离开智库 女孩 你什么时候偷走那些东西 我问道 我没有偷走 是有人把这些东西放在我的篮子里 哦 乔安 你离开 你是总公司间谍指挥部的将军 不 我不是 我只是一个人 我们莫有间谍组织 只是一群友善的八卦妹 也许这样的比喻不是很恰当 这里更像是一个兴趣乐部 大多数东西都是在台面下完成的 这对你真是适才适用 乔安 鲍博回答道 弯到鲍博桌子上 让我可以清楚看到他 乔安补充道 你的桌子上有什么东西 鲍博 他问 你们两个男孩现在在做什么 乔安抓起我们的照片说 哦 脏脏的照片 我喜欢在这里和你们一起把玩这所有的东西 他抓起一张照片 你用比例打到太空的阿波罗 SIVB节的照片做什么 是要让所有外星人上来吗 把那该死的照片翻过来 乔安 那是一台空军前盾机 我补充说 为什么他们都这么做 他们在看的照片 可以从这步不起眼的机器中看到 是地下技术大型怪物机器的一部分 这创建了一个连接西部各州各地广泛的外星人基地的隧道网络 看看那些爬在机器上的小人 哦 天啊 他们是灰色的 比尔 我们是真的遇到了麻烦 他还在翻看照片 不 乔安 那些是空军的作战人员 我必须告诉所有人吗 那是挖掘隧道的机器吗 他问道 我问你 他们是不起眼的机器 对吧 但是 我只是不明白 空军如何通过这些隧道飞行他们的大型轰炸机 乔安 你是不是因为穿了这身可爱的黑色小礼服 所以能在此通行无阻 抱不问 你们两个都是非常顽皮的男孩 你在这里搞空军的东西 但是这时间你却在执行克拉克海军上将合约 哦 勾使 我唾口而出 因为克莱姆带住两个美国海军情报局的炒鸡蛋进来 我告诉你 乔安说 你麻烦大了 站在我们的空军微型迷你草图前 乔安带住他那顽皮的笑容 当鲍勃和我放了一张海军方块图在空军文件的上面时 他喊道 嗨 戴维斯指挥官 你边上可爱的伙伴是谁 智库中的圣经 MTN622 非常规 推进计划 上午十点是智库喝咖啡休息的时间 你知道 吉姆 我问 克莱姆博士的非常规推进计划 是比尔 我们所有进出先进社祭祖的人都花了数年时间 对吗 但计划仍然有点虚幻 怎么说 比尔 我并不是故意这么说 哦 是的 你一直都是这样 比尔 你一直在做这种非常规的东西 对吧 好吧 但欧洲那1442人 只是普通人 好 他们其中一些人是科学家和工程师 但很多人都是农民或鞋子销售员 然而 他们都被驱使去弄清楚如何建造推进系统和太空船 并把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带进去 然后飞到一些遥远的星球上 嘿 他们真是疯了 吉姆 是的 那是外星族 比尔 很多人都在做蠢事 但是你是对的 比尔 我继续说 你可以想想 为了某种原因 他们想离开这里而开启新生活 这真的很奇怪 不是 嗯 这真的是不真实 克莱姆博士走了过来 克莱姆 我很困惑 好吧 比尔 冷静下来 你曾多次问我同样的问题 克莱姆说 揉住下巴 他接着说 我们有一些人无论出于何重原因 都觉得某些外星人通过心灵感 应来影响这些人 以发展离开这个星球的能力 好吧 我们知道 但为什么又要偷偷溜回来 克莱姆继续说道 你们两个人思考智库需求的方向 与我们不同 等等 克莱姆好像是图表达他自己的感受 他继续说道 我曾想过 但仍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你们想的更多 在某种程度上 你有点像那群1400人 又使你透过一个更宽大的窗口向外看 你会看到三维 四维 五维空间的东西 我以前提过这个 比尔 甚至连阿尔默 也正是你思想超前 圣域已经遥遥领先制库中大多数人 你似乎总是在思考 我们在银河系中的存在和位置等深层问题 当你开始执行一个新计划时 你似乎真的只是一个观察者 生活在一个让你可以观察和构思每一个新任务的氛围中 一个精确符合银河系作战的计划 但与此同时 你也能非常成功地利用超过十几个世代之后的海军太空母舰系统工程 正如我们所知 我们正在经历文明面临的最复杂问题 地外威胁 我觉得我们似乎是隔住离八向外看 我手指紧握住 第一次看住这巨大的宇宙 哇 比尔 这就是我的意思 结论下得真好 克莱姆说 离开智库到机场跑到外面 吉姆和我走得很快 希望能看到海军的C118着陆 这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卧名斯特海军航空开发中心的四星级和三星级海军上将的飞机 他们受了克莱姆博士的邀请来审查我们离子 电磁和反中立推进计划并给予建议 其他还有一些来自高层的工程师 不是智库的人 已经在那里等待飞机降落 看 他们已飞到海滩上空 第一次进入圣塔莫尼卡机场 正落地中 吉姆说住不冲道 在我们向海军上将简报之前 关于你2014反中立推进概念计划有莫有其他实际可能能落实的性能 我相信如果我们设定正确的话 它实际上是可以跨越时间运作的 比尔圣猫 你明白你刚才说的话吗 你真的认为我们用你其他的配置图可以离开这里而前进到未来 没回答他的问题 我接着说 哦 我不知道怎么说 但我会称之位一个时区 是的 我向克莱姆和阿尔默提出这个概念 他们非常期待 他们说会把进一步分析纳入工作内容 在你问之前 不 我们还不能告诉四星 因为反中立能的释出 会取代现有产生能源的各种方法 而使现在的油和电力垄断集团破产 同时 假设我的概念有效 这其实不是我的概念 是外星人把这概念塞进我的脑袋里 我们就能够穿越时空 我认为这是外星人秘密技术的一部分 吉姆摇住头说 哦 我的天啊 比尔 那就是一台时光机 道格拉斯兰德的科学家和概念构思者 实际上正在绝密中进行讨论 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塔莫尼卡机场里 一个不为人知 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工程深处的智库L50部门中继续住 这里所阅读的内容是 实于德国1873年和后来美国1919年 迄今未知发布最令人震惊的披露之一 从1946年至1950年间 披露产生了许多奇幻的问题 全球各地技术合格的专家都非常愿意思考研理出 在我们最近的历史中 离开这个星球并穿越星系的方法 智库中这份文件是我们的圣经 标题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Dougas MTM-622非常规推进计划 MTM-622有五个部分的文件组成 第二部分属非机密 是以下将详细讨论的唯一部分 据信其他四个部分反映了德国人 所开发的外星人技术原理和流程 并不包括在本书中 研究MTM-622帮助到格拉斯 先进设计团队了解潜在的外星威胁 它们是最急迫的威胁 这也是我们需要设想 最有能力的太空威胁的原因 海军星既做战舰 是一种全新的推进系统型号 这将可以造就数百个初步概念设计 和其每个可能的蓝图 每项潜在的任务 都将被纳入航天器母舰 战斗巡洋舰 核心舰部给系统中做考量 以便在我们银河系的螺旋壁东南向线 及其恒星和星系的船只行星中 执行任务 利用智库海军攻击区逐舰和海军陆战队 突击太空船航母的构思来设计海军 太空任务 这在当时海军是完全不知道 有MTM-622计划的存在 经过后来智库延伸配置成立后 这不期而遇的案子才由道格拉斯提交给海军 这是我在先进设计组中 构思和设计的五年计划 我甚至帮海军在一些主要的行星 及其卫星上建造海军通信站 这些行星位于我们太阳系内 或是太阳系外围的边缘上 这些设计包括太空飞行器 地面支援检测 发射设备以及地面和地下海军空间基地 这里提供一份举世震惊 又读152的文件 是摘录自MTM-622的档案 但是有必要了解的 是我们仅揭露MTM-622中 五份文档中的第二部分 我已经阅读了第一份附件中的一些资料 重要的是要明白 我们真的不知道 克莱姆博士当初在MTM-622中下了 怎样的结论或是提供了什么建议 和他一起共事近四年 我的看法是他支持 用反中力作为一种能量方法 摘录文件如下 宇航学文献审查 标题 宇宙动能 所有辐射和统一力场能量的源头 作者 席尔编辑 维也纳 来源 手稿 德文 介绍 这份文件是少数现存的一份碳粉打字副本 声称可解释重力伴随辐射能的宇宙理论 该作品由Benofiola-Fernberg编写 第一次世界大战奥地利空军的飞行员 后来成为德国DESA的Junkers Works工程的工程师 也是后来成为教授Hugo Junkers的朋友 Fear居住在维也纳 1950年 我最后一次拜访他时 他给了我这份副本 要求我提请美国当局注意 手稿用德语写成 Fearla是首席作者 据说这篇论文中的基本理论 假设和计算是由Hans Scheer设想和开发的 他曾在布拉格教过物理学 十年三十多岁 住在维也纳 是杰克斯洛伐克的难民 这计划的立即点与参考点 是一较老派的 几乎被遗忘的 经典理论位主 如Ely Sage 1782 W Thompson Kelvin 1873 Preston 1877 和Metswell 1879 提出的那些理论 据称在1925年至1933年间 各论独立发展 并从那时起各自扩展 DAC摘要 希尔的宇宙基本原理 是对普遍存在的 宇宙气体组成的假设 宇宙气体是由次核子粒子组成的气体 它称之为能子 它们的行为根据气体动能理论 就像实际气体中的分子 只有那些能子以光速飞行 随机直线自由路径 行径长度极大 平均两光年 少有碰撞 它们及小且具有生物材料性质 其归因于具有惯性和电磁双属性 它们也被设想为组成物质其中的质子 电子 中子的最小机质 这个能子被描绘成有形 具有一个蛋白质的次核球体 能子与流线型的电阻壳捆绑在一起 原理上分别带有正负电荷 在重力负予的星体上流出重力线 重力受到物体影响 如太阳和地球或遮断或减速 必须引入一些相当奇幻的假设 来解释与距离平方程反比的万有引力定理 在它们理论延伸出的特殊后果上 菲埃勒和席尔假定在地球上具有深度的水体 特别是在海洋中存在一个电压梯度 它们认真的建议那是一个巨大的电力来源 关键实验应该很容易执行 但由于发明人在奥地利内陆 所以莫有验证的场域 因此推迟了在水文或海洋站的兴趣主张 在西方势力内流传 它们不希望吸引东方势力代理人的注意 住 我已将此问题提请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 斯拉普斯海洋学研究所和卡内基研究所注意 但莫有得到回应 1951年1月6日 我提交了整个Fiala-Share首稿给加州理工学院教授 托沃斯·埃斯登 在对其进行粗略研究后 教授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显然作者不是物理专家 它们是从很多时下常见的二手资料中 引用它们对于原子和辐射物理学的看法 其中很多已经过时 有些不准确 有些被误解 也有许多所谓的差异 作者提出想要解决的公认理论 只存在于它们的想象中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理论 将重力与次和粒子沿着巨大速度 以巨大自由路径飞扬的理论 在当代物理知识领域中 已在不同学位不同的人中反复讨论过 例如在1950年 在一份未知的Hellyside手稿中 英国在戏剧性的情况下 发现这样一个假设 最近 Gamer计算出不带电荷的中微子 可能会穿透数百万英里外的千体 如果有中微子和反中微子 它们将互相湮灭碰撞 这样的过程可能会导致重力波的发射 星号 星号参与1948年12月 由诺曼·J.鲍曼博士 于火箭新闻信件第二卷 第五期第33页的中子 一文 由芝加哥火箭学会 技术报告集结 出版发行 W.B.克伦·佩勒 1455项阿尔默会顿报告 MTM622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 《非常规》推进计划修正版3155和1955年3月1日 这是1950年初开始 1954年12月20日 MTM622的信件如下 来自克莱姆博士 R250 至EP惠顿A250副本 关于《非常规》推进计划的出版物 进一步研究 可能出现的有意义优点 从1954年11月到12月上半月 已经完成内容如下 伊亚苏萨 航空喷气公司 有异物为我们提供 A 关于高海拔载人飞行书目 参考文献的临时索引清单 这是1954年 他们通过分包商生 产文件 华盛顿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 合约91391-00 B Earjet General给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 相同和约下两份午夜的最终报告中 关于高速高空飞行的现状科技 得第三 第四和第五节的副本 注意 此资料仍处于初步草稿形式 并盖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的声明 C 在戏阅读文献公司的参考书目后发现 其中列出的1442项出版物中 20项名 却属于处理非传统推进系统类别的资料 这主要是想要从这些资料中 准备和整理出更具意义的简报 并以我们觉得适合的方式 再从这些内容整理出更短的摘要 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当地大学教授对于有官非传统的推进方法的出版物 努力学习的态度 有几位专家接受了采访 其中包括赫什伯格博士 马尼尔蒂博士和麦伦特里布斯博士 A 赫什伯格博士 工学院教授应用电磁理论及相关科目 接受了一段时间的采访 他对此主题非常感兴趣 并且似乎已经涉及一些电力 特别是离此推进力的提案 B 工程学教授马尼尔的博士 同意赫什伯格博士的意见 所以莫有必要再进一步了解 及做采访记录 C 工程热传学教授特里布斯博士 也看过关于我们的主题文章 作为一名实用工程师 他提出了其他几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 例如托马斯 希克斯 博士和罗伯特布伦伯格 博士后者目前与雷默伍德里奇一起离开该校 可能会有相关的贡献 当清晰的轮廓更明确时 这些摘要与访谈将持续进行 同时 哈罗德拉斯金将从航空周刊这样的刊物 麦格劳希尔 以及每周刊两次的专业短文中 由伦敦航空研究国际有限公司制作 搜集相关的热门文章 W 毕克伦佩勒 这里是读者第一次在美国期刊中接触到的宇宙之旅 也是首都认识到格拉斯秘密太空智库和汤普森拉莫乌尔德里奇公司智库 也了解道格拉斯科学家和兰德道格拉斯工程师的形成 道格拉斯随后聘请了德国火箭工程师 他们后来共同与北美诺斯罗普航空喷气通用工程师 与修斯工程师合作 以及加州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科学家共识 这些组成了雷莫乌德里奇 最后成立了汤普森拉莫乌尔德里奇公司 回到MTM 622 在1954年12月15日 傅鲁伊以审查过的报告标题 初步概念定义并建立图形 正如我早些时候所说 我在MTM的机密先进设计组中 MTM 622的主要职位 是研究每个行星际和星系际推进系统 构思和定义一个实质构图 也构思和定义产生太空飞船 航天母舰 在某些情况下 我建立了一个出图和两个备份图工员工审核 而且 我经常必须设想定义可能的组合 检测和这些巨大的太空船所需要的相关设厂设施 甚至可以说整艘船的预期草图 及重力反应推进系统的细节都需要我投入 以下是MTM 622第二部分 飞机密审查文章中的标题 非常规推进计划 内容包括了太空旅行的方式 电力太空船 从电子加速器得到推力 内轨道运输技术 卫星轨道之间星际旅行 原子能火箭的使用 对悬浮问题的贡献 在椭圆反射空间中波内相互作用 产生反作用力的应用 行级飞行 隔离或抵消重力问题 重力反应发动机 电子太空船 静电太空船库轮定律和作用在电荷上的力对电子数相聚焦 的影响即何能应用到火箭推进 光子火箭理论 离子推进 私人航天的准备工作 关于重力的假设 宇宙的动能 所有辐射和立场能量的机体 或宇宙威力的动能 原子火箭燃料理论 用于火箭飞船加码射线盾 作为火箭 推进计之和分裂粒子 原子推进问题 航天问题的动态对照解决方案 征服星际太空 太空船设计的实用方面 电子太空船的可能推进 恩斯特斯图林格 红石兵工长岛坛部门 ARS在第五届宇航大会上发表的论文摘要 离子推进 重力学 重力反应 发动机回顾走向太空旅行的方式 早期版本名为飞向行星太空的火箭 一书由赫尔曼奥伯特 署名 1923年和1926年由同一出版社出版 1929年 德文 由M Odenberg Munchen出版 1945年经外星人资产管理 授权 在美游J.W. Edwards Edwards Brothers Anne Arbor和Mitch重新再版英文版 DAC摘要和评论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 序列号001都专注于液体燃料火箭 只有最后一张 涉及到今天 1950年所谓的非传统推进方法 即离子 它称之为电子推进 奥伯特断言 当代科学理论上知道的三种装置 允许推动物体达到逃逸速度 火箭 电磁枪从一个固定的位置射出 和电子风引擎 它承认起 飞时的电推进力会带来巨大的支出 但是 一旦建立在轨道上超大气层外的卫星站 它担保电力推进排气速度比划学火箭 发动机高2到10倍 从而达到行星际旅行快速所需的速度 奥伯特对这种离子行星际飞行器非常热衷 但是仅是用于卫星站或小行星之间的旅行 在最近的谈话中 1952年 奥伯特一再表示 他仍然相信离子数推进的优点 和肯定他所做的 在此方向近期实验计划的神秘成果 在1951年至53年期间 他在意大利维拉斯佩奇亚海军工作 化学燃料实质上被认为是过时的 1950 重点放在电火箭 发动机以高速式放原子粒子的设计 发动机由线性加速器和离子发生器组成 这是我们未来的行星际 太空飞行器提议中最可能的类型 在我们继续之前 停下来思考一下你刚才读到的内容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国科学家和工程师 一直在利用外星人信息设计太空飞行器 想象我们在道格拉斯工程先进设计智库 实际上是在研究构思和设计1951年所做的事情 你能否意识到我们实际上距离地球其他地方还有多远 为时莫从地球飞到太阳系边界 其他行星也需要将近85年的时间 外星人发起的整个技术爆炸 是如何以及为何在我们的小星球上开始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当与其他人一起回顾某个问题时 我们却始终是如此聪明地尝试从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 目前让我们假设我们是外星人 观察过地球机千年来的战争历史 并且进展非常缓慢 如果我们选择帮助他们共同航动 我们首先可能会在他们的小星球上 找技术最先进的那群人 是的 我们或许会看到莱特兄弟第一次飞行 但我们是不是也无不可能地给予行星那一端的 那一大批机械工程师们些许的信息 并开始也用心灵感应来帮助他们 请记住 自1895年以来 德国一直在建造和飞行由 Crissey-Count Zeppelin设计的巨大雪茄型飞船 他们的城市有单轨铁路的高架电车 谁让他们开始的 现在 大家 我们刚刚在这里说的非常有趣 因为据说外星人也可能犯错 他们对于工程师部落里某些区域 希特勒为主要的例子 能发展出的潜在类战争 态度 不太有足够的信心 从而是放出像重水和VR火箭这样的技术怪物 虽然美国海军建造了第一艘航空母舰 但1862年华盛顿内战期间 热气船仅用于无动力气球 自1783年以来 人们一直在飞行气球 当年六月当法国里昂的村民 认为这是来自外太空的某种怪物 袭击了气球 把蒙哥菲尔兄弟的气球泄了气 但是 无论出于何重原因 最近历史上 似乎有些外星人 却十邦住过北欧国家 特别是在他们协助美国及英国之前 你们有些人认为我是烟罐子 那么 请听听克莱姆对离子推进的看法 那是道格拉斯工程部 A250的克伦佩勒博士 我一起共事的克莱姆 并不是我为他效劳的那位克莱姆 这是他喜欢被看待的方式 离子推进 从电子加速器提供的推力 作者 乔治·艾尔福布斯 1952年他提出了通过离子流 推进太空船的数学分析 此书的目的主要是 针对于此类推力员研究有关的工程师 产生这种离子流不会涉及到机械 电气和热困难处理 一个可用来说明的例子 是使用基本类型发动机 去比较用来做货物和乘客类型的太空船 DAC评论 如摘要中所述 作者并不关心产生离子流的重要 困难的工程问题 他的例子 假设一些辅助飞行器系统 已经将太空船从地球上出发 并且离子推进系统仅用于穿越太空 TAC将用来把船降落在目的地 和和离子推进 运输技术作者 H. Preston Thomas PhDBSC 1952年 本文讨论为地球提供一定比例的稀有 半稀有金属和矿物的经济理由 这需要太空运输飞行器系统的运作方式 如果太空旅行将延伸到 非偶然的太空科学探险就需要以非常低的成本来实现运输 影响方法 除了现有的运输之外 这种便宜的运输方法可以提供诱因 以从事军事 科学和电信收集稀有材料并返回地球 有人指出 虽然短途运输时间对于载人航班很重要 但是时间更短 因此无人驾驶货物航班旅行可以设想更精进 值得注意的是 所讨论的操作工厂里各种飞行器的各部可以在实验室中模拟 同时也可以看看哪些不可能模拟 因为在无压力框架的情况下 问题可以用数学来分析 DAC摘要 这里讨论某些昂贵金属的大约粘产量和成本问题 以及一些资源地外提取的好处 例如无限的热能和真空技术的采用 另一方面 缺乏水和大气气体以及不同的矿石形成和存储可能会使这一题复杂化 了解所阅读到的内容非常重要 在评估地球的矿物恢复需求之时 在道格拉斯先进设计组中 对于设计某类型系统已开始进行从月球 使用阿波罗到地球的矿物回收概念基础也首先建立了 后来也应用到火星任务 其他摘要如下 考虑到一千吨质量的典型太空船 在星际旅程中 从地球卫星站到低重力火星卫星的旅程 穿越时间和加速要求 表明宇宙飞船不需要强推力 加速只要一毫克或更少能量就足够了 运输时间为150到200天 离子枪的离子推进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的方法 作者认为需要一万千瓦的功率 并且感觉上转换效率可能高达70% 讨论了各种离子源 并且保持二分之一克每千瓦的质量 功率比是可行的 许多的离子枪并联 在一个航天器上是可以想象的 进一步的运输考量指出 虽然载人航天 飞行的短程运输时间很重要 但常识的也因此更经济 无人货运飞行是可想象的 值得注意的是 所讨论的操作工厂里 各种飞行器的各部可以在实验室中模拟 同时也可以看看哪些不可能模拟 因为在无压力框架的情况下 问题可以用数学来分析 进入宇宙之旅的开始 航太关键角色的道格拉斯 唐纳德·道格拉斯本人是早期一位 甚至是1920年代的商用飞机 海军陆基和海上飞机出色的设计师 新的DC1和DC2 是由他的一位汇图员杰克诺斯洛普 于1934年设计的商业客机进行改装 再由首席工程施亚斯·雷蒙德 改成为DC3 DC3设计和建造仅花30个月 这是一架承载21名乘客很棒的飞机 其宽敞的机身允许每侧有两个座位 并且在中间有一个站立式通道 真的很棒 这架飞机还有对整个世界航空运输来说 都很棒的加压机舱 道格拉斯不是使用流线型的类滴式机身 而是设计了一个恒定的截面管状机身 更坚固建造成本更低 而洛克希德和波音 仍然用非常昂贵的气动力 受邀类滴式机身制造所有客机 道格拉斯设计因此远离了世界上 几乎所有的商业航空公司 然而 道格拉斯阿尔赛共多工厂 是生产所有海军飞机之地 杰克诺斯洛普设计了BTE 这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 道格拉斯SBD-3辅充轰炸机 在加州阿尔赛共多旧的诺斯洛普 于1937年成为道格拉斯的子公司 在BTE出产前产品是交付给海军 诺斯洛普利用这笔资金 在加利福尼亚州霍桑市 开办了一家新的诺斯洛普飞机公司 以出产它飞翔翅膀原型机 后由道格拉斯接任 顶级设计师爱德海涅曼 成为副总裁并和众多成功的海军飞机设计者共事 当我还在海军做我的事情的时候 我去拜访那家公司 在这个工厂花了好几个小时 审查先进的深太空穿行概念 和海军实验飞机 这真的是一次学习的经验 即使在那个时候 诺斯洛普和爱德海涅曼都不仅仅是顶级设计师 同时也是受驱使去构思 设计和制造出 他们同时代人是位不可思议的飞行器 是谁在驱使这些事 为了什么目的 他们的思考总是超前40年 所以当他们试图去说服保守派银行家提供资金 来开发不可能建立的飞行器时常会有问题 这很重要 因为在本书的所有内容中 你会看到我一直在提一个人 这个人在很多领域都显得很出色 但他的想法总是远远超越所有的产业 以至于他往往不被理解 同时又是谁影响了银行家去资助他们疯狂的想法 又为石魔会如此 到目前为止 我的78艘海军舰艇模型系列一般都是众所周知的 特别是在道格拉斯更是无人不知 他们的行销部要求我在圣塔莫尼卡的一家大型百货公司 展示主要的船母以及道格拉斯海军飞机上市照片 道格拉斯副总裁叫我进他的办公室 并聘请我建构一个唐纳德道格拉斯大帆船游艇模型 称为恩底迷翁 最终模型已于序言中呈现过 这是道格拉斯的生日礼物也是惊喜 我那时常常周末开车去圣佩德罗 时恩底迷翁就停靠在那里 我就在那里素描测量及拍照 我见的模型使道格拉斯先生印象深刻 他看了我的海军舰艇模型集后 特别要我负起技术海军的责任 他认为我在工程方面作为一个设计师 是支持道格拉斯航空航天公司最好的座位 我只在他们的风动部门工作了三个星期 在那里我开发改进了道格拉斯X3 Stiletto超音速研究飞机 当时公司安全部门正在调查我的背景 后来我转到工程所i250电子工程组 当社技智图源 我的组长彼得杜阳从一开始就很喜欢我 他交付给我非常困难的射击问题 这需要非常强大的系统概念能力 他帮我注册让我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圣塔莫尼卡城市学院 四年后我以海军管理计划完成机械系学士学 为学分道格拉斯接受了我的学分 以机械系学士同等学历聘我 在12年半的时间里 我被推荐为助理工程师 高级设计工程师 小组副工程师以及导弹和太空系统所工程组长 我必须说 我在道格拉斯工程领域遇到了一群非常精彩的人 并与他们一起工作 然而道格拉斯管理层却又是另一回事 现在回到几乎只有商用飞机的工厂 我在电子组的第一个设计工作 是为美国联邦航空公司DC6无线电设备做工程便更请求 我的第二个工作是在DC4进阶行上 就像我飞过很多次的WW-225D 为海军先进秘密雷达和指挥控制情爆战设计两个三角支架 所有其他工程组都是根据规格进行设计 一旦完成全尺寸的布局 我就会知会我的老板 他是一个小组设计师 让他知道我想要建立一个全尺寸的实体模型 其中不仅由我设计的这一站 还包括整个战斗信息中心 我的老板也会问他的老板 老板在问老板 最后却发现新海军和约中莫有这笔钱 我列出了几个粗略的草图 就像我在建造海军舰船模型时所做的那样 然后去工厂木工部门使用废木材 制作了一个完整的指挥控制雷达站模型 我从会议室里拖出一把椅子 坐下展示了一个完整的海军航空雷达目标任务 然后我也画了整个站的图 这不仅节省了700多个设计图的工时 不但为海军25第一飞机建立了一个标准的需求模型 且为工程部所有未来军事修改工程建立范本 在内装上正能为新航空公司的座位图提供实体模型设计资金 但在完成我雷达站实体模型样机之前 电子部门从未如此做过 在我的新任务中 我必须设计完整的电子 电力和垂直控制机架来放海军和商业电子系统 我花了一些时间做海军提案需求书的设计提案概念 这设计中有些是在一个大型安全和机密的先进设计组中完成的 我的军事背景起源于商业工程 加上绝密和最高权限给了我一个发展概念的机会 就在我研读完任务需求之后 我在脑海中想著 我们海军应该要发明石膜并修正以完成一个任务 或者我们是否应该定义威胁并构思一个全新的概念 从我所有海军空中经验中发现 我可以发想一组配置图 至少两套其他备份方案 还有计划和测试图 以及透视草图 这让我得以向先进设计组的科学家们做简报 他们正在研究向推进器 不同材料及结构等领域 出于某种原因 我能够看到全局 整体的概念 以及完成该任务的每个必要条件 让我换一种说法 当时我莫有一时到 但在那时许多主要的航空航天公司 都缺乏概念思想家 因此 构思整个技术工作 并将其变成一个有凝聚力的实体 集成为当级之物 这也必须由概念设计师完成 道格拉斯圣塔莫尼卡是一个 从商业工程起家 根本就没有军事概念的设计师 我们的商业首席设计工程师 哈罗德亚·当斯 还有所有导弹计划副总裁 阿尔默·惠顿一直在先进设计组 为不断扩大的新军事提案 寻找此类的支援 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一个智库 我的组长是皮特杜扬 他知道我有创造力 而推荐我进先进设计组 五年来在那个大楼 只有我和另一位概念设计工程师 他是我的好朋友吉姆·詹金斯 几年后 他从到格拉斯辞职 却在马丁玛丽埃塔公司 组织了一个概念设计小组 我在先进设计组中 替补了他的设计职位 对于诺斯洛普和海涅曼 面对到格拉斯 专家们对我们说 你不能这样做的窘境 吉姆和我从来都没有满意过 这样的状况 公司大量商业工程师中 分成二个所谓的小组 一个是导弹小组 由阿尔默·惠顿领导 他设计了海军MG-2EAB 呈施约翰固体燃料火箭队的飞弹 我也在中国湖武器试验中心 参与设计工作 他还负责12英尺长的空对海 及空对地ASMVGM-84余 插涡轮喷气发动机 寒加利器导弹计划 此重导弹可从VAVP飞机 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导弹艇和潜艇上发射 惠顿最大的海军导弹计划 是在先进设计组中 为海军的SLBM-UGM-27 设计32英尺高的北极星和UGM-73 以及34英尺POSEIDON-C3固体燃料火箭 含加利器的概念图形 这个小组正在先进设计组内外设计几个导弹 其中一些是我已做过的提案 他们设计了耐克式的对空岛飞弹 胜利女神防空导弹病 且我也曾与过的新款耐克宙斯防空导弹的设计 我也对耐克式的对空岛飞弹 和胜利女神防空导弹进行了修改 我们曾完成北极星洲际弹岛导弹 及水下潜艇POSIDON前射导弹的概念设计 也谈及一些导弹射前检测和发射概念 一大阵子后 惠顿次去道格拉斯的工作并成为 新洛克西德导弹部的总裁 他设计和开发了美国海军的UGM-278C Polaris 和从美国阿拉斯加级大型潜水艇上 发射的UGM-73APOSIDON导弹 多年后 他升任为俄勒冈州美国海军联盟副总裁 我与海军上将拉里马什第九支队指挥官 及16个俄勒冈州南部商界人士 一起受安排登上从美国华盛顿 布雷莫顿潜艇基地做训练任务 而来的阿拉斯加级潜艇 一个非比寻常的组织 道格拉斯智库 我经常参加一个非常不寻常的组织 即道格拉斯智库 这是由道格拉斯科学家和一些先进武器 设计高级工程师所组成 他们正在研究各种未来可能的宇宙飞船 并在适用的情况下 安插成为军事武器的机密计划 他们在自己的办公室完成大部分工作 在我所在的设计组中所花费的时间是最少的 因为物理定义 概念设计和图纸是我设计的 所以由我来帮他们定义 有关的推进系统 太空飞行器的设计图和发射设施的一些概念 是必要的 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科伦佩勒博士的指导下 经由一个隐秘的议程向工程副总裁 埃尔默惠顿做工作报告 因为我背景机密 所以我被指派为埃尔默惠顿博士的特别助理 并成为道格拉斯智库中他的概念设想者 1949年2月从DSC RandomTM 622传来的信息 引起兰德的詹姆斯伊利普考虑到外星生命的可能性 并承认这一切是可能的 同一批科学家们还继续与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进行对话 也同时检视1952年罗伯茨博士向中央情报局的报告 名为外星生命形势的潜在威胁 这是当时当我被分配到最高机密的先进设计小组时的环境 后来经过广泛的研究 布鲁金斯学会向NAS和海军提交了一份报告说 NAS必须对有关外星人问题的所有相关信息进行绝密控制 布鲁金斯报告的结论是披露外星威胁的讯息将会影响全世界的人们造成地球的社会破坏 地平线计划 前所未有的月球海军基地 我暂时跳脱我的时间轴 DAC与空军签了合约 以执行YC-132重型物流运输机计划的完整设计 几乎所有圣塔莫尼卡工程商都参与其中 我从先进设计组出来支援这个项目 由于较大的涡扇喷气发动机还不能用 道格拉斯动力部门只好使用现有的涡轮螺旋桨发动机 初步设计之后 我们在大捧场中建了一个全尺寸的模型 我成了主要联络工程师之一 协调所有电子、雷达、天线、通信、系统和战斗操作战 及操作战的设计者和鼻锥头前向雷达天线的设计者 这是一项大规模的工程 每个机身框架和异类都经过详细安装 设计便更纳入整合 加上智库的努力 我们完成YC-132运输机向空军审查委员会的提报 我在汇报中介绍我们所有的安装作业 就像当年展示我的海军舰艇模型时 学习如何像男孩一样好好说话 一切真的是值得 空军评审委员会说很好 也因此道格拉斯完整的制造合约到手 但是在最后的合约协商中 小到格拉斯无法对他不明白的细节保持坚默 而使整个计划落空 我们工程部门非常愤怒 我们要求他再也不得参加任何军事合约会议 他不听 但损失已造成 空军前往洛克西德公司 洛克西德公司使用我们的草图和规格来制造C-5A 这至今仍是美国重型航空运输系统的支柱 1955年 道格拉斯开始了一项建造一个大型商用喷气式飞机的设计计划 这是DC系列商用飞机的下一代产品 杰克诺斯洛普设计了DCE和DC-2 当时他未到格拉斯工作 直到DC-6、DC-7和我们的DC-8涡轮喷设计 然而DC-8主要由空气动力学部门的一组工程师设计 并经过风动模型试验在做加强 而波音707也是境地 这给道格拉斯工程带来不少压力 因而增加了我们许多工时 我们的首席设计工程师哈罗德 亚当斯在设计控制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每周开审查会议 在会议之前 他会要求每个部分提交他们的设计变更 然后再由我们构思整合和出图 并展示与所有其他结构和设备界面的整合 我的八成十英寸缩图 在所有周会设计讨论时成为首页 会议中 亚当斯让我展示我的布局和草纸 并解释提一遍更涉及的复杂性 我用额外的透视草图颠倒展示 给在会议桌对面底打印工程师看 但在定义机身俯冲时的刹车系统 并同时未货机主舱提供空间仍是一个问题 皮特杜阳一直给我复杂的设计 比如在全尺寸模型上安装所有DC8天线 电子控制中心 无线电架 模块化 前舱壁 敌椎空气涡轮起动气通风口设计 气象雷达 辅助定位 滑行范围 以及DC8自动都普勒导航和雷达信标 我以前虽曾构思并设计过雷达和导航的天线 但这太荒谬了 我们确定了从前舱壁的整个区域 由于水平和垂直扫描 前项必须配置成玻璃纤维天线罩 雷达天线 我为都普勒导航天线设计了雷达支撑结构和下面的空间 这是一个矩形单元 需要进扫描侧向和向下约250度范围 在天线罩的下面两侧空调需要两个高速通风管 在我的布局中那里末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所有的配套设备和结构 但是用我的描述性集合体进行 可是画并修改天线罩之后 我能够在5磅袋子里放入100磅的东西 设计VHF2和3的叶片天线 以及VHF1和HF的天线是必要的 这两者都位于整个飞机接收天线允许的垂直稳定器隔离带中 我们将垂直稳定器分成两部分 其中一部分连接金属结构 因此整架飞机成为接收单位 几年后 在阿波罗计划上 我乘坐新联合航空公司的DC8飞机 从开普敦返回到洛杉矶国际机场 当时是夜间 机场说他们正在泄露燃料 而不得不紧急降落时 我们正处在36000英尺高空 飞行员顺利着陆 正好在6辆消防车前面停了下来 并为DC8喷射了防火烟雾而莫有着火 降落后 每个人都疏散了 飞行员要我陪他们检查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JP燃料从机翼与机身的接口倾泻而出 我们已经从二边内侧机翼油箱主要燃油阀中 流失了所有燃油 诚哥从来不知道这是多么危险的情况 飞行中的涡轮 喷气发动机所喷出的任何火花 都可以让我们成为一把燃烧的火炬 在那个高度 我们是会在降落之前 很久就已经烧毁了 我一直没有发现真正导致问题的原因 但这后来再也没有发生过 各位 这是我们航太发展的其中一部分 我们都身处危险之中 我参与的数百种先进概念设计中 其中让我最有感的就是机密规划海军月球基地 很久以后 陆军也提出了类似的提议 众所周知代号为地平线计划 在地平线计划之前 我们一直在设想许多不同的月球和行星商业设计 以及令人瞩目的军事设施 至于阿波罗任务的第一期工程 则包括了预制型表面建筑物的设计 建造 组装与测试 这些之后将拆开并运往卡拉维尔角发射场 并在那里重新组装 安装在大型 低节 液体推进器火箭加力器上 这低节将被发射推进到月球 太阳系 行星 及其卫星和小行星上 该计划是让它们在月球表面软珠露 再用轨道分段运输到现场装配 它们将在那里重新组装成大型建筑物 能够承受严酷的月球和行星环境 第二阶段的任务复杂多了 整个基地将建在地下 这需要使用极大的膛床 这些大型零件将被拆解 以便放入NOVA火箭 然后在月球表面重新组装 并在钻孔操作之前重新检查 地平线计划的目标 是在月球上建立一个陆军导弹基地 以保护我们对付来自邪恶帝国 和邪恶外星人星球的攻击 我们的目标是开发一种 非常复杂的月球海军基础建设 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 主要在设计和建造一个城市 包括海军在内的2000人研究中心 内有海军指挥和控制中心 先进的发电 军事和商业 对揭发射设施 海军宇航官测台 医院医学研究 环境系统 农业研发 运输系统 商业和住宅中心等 道格拉斯获得了基梅德国 维尔火箭 这是一种规模庞大的神奇武器 我们的中程弹道导弹 设计大量使用了其中的技术 我们在陆军红石兵工厂 和新墨西哥州的白沙试验场 建立了逆向工程设施 道格拉斯已经让再先进设计的 德国科学家 有些在德国 进行大规模的德国火箭计划 其中包括了巨型A9和石火箭 希特勒的计划是让他们 飞越大西洋粉碎纽约和华盛顿 如果美国在1945年 没有让德国投降 这计划就可能会实现 因此 我们还可以 获得有关石的大量文件 用于建立远程导弹 此外 海军情报部门也同时证实 苏联在这个研究领域也大有进展 苏联从外星星灵援助 和德国A9A10计划 获得的数据和技术 正用来射击击中非常大的太空船 俄国人打算将这些火箭 发射到月球 控制月球 并可能将其当作基地 来勒索整个地球 这可能是甘乃迪总统 告诉我们国家的真相 我们准备上月球 NASA是否只是掩盖了一项 大规模的美国军事计划 而阻止苏联到月球 用导弹控制地球 NASA不是 而且从来都不是一个民间组织 它是一个海军深空穿透星系组织 与此同时 DAC工程部正在进行一项重大调查 这调查主要专注于外星人的存在 以干扰一些顶级的思想架 不仅仅是道格拉斯工程公司 连海军和空军也很关注 正如我之前所说 其他飞机公司如诺斯洛普 北美和洛克希德等公司 都拥有顶级工程人员 都对此感兴趣 北美航空的高级思想家 瓦尔特里德尔博士 都曾经联系到格拉斯的克莱姆博士 他也正在进行一项特殊的研究 在先进设计组中研究 有关外星人问题 创作不易 请您订阅 点赞 留言 分享 打开小铃铛